其實跟廣告上的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不過呢 它的煲咪香給的倒是滿足的 這個絕對是十分鐘內就可以把這一杯給剋掉了 哇 它的這個茶冬的部分很多耶 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太濃郁了 全部都蓋過去了 它的那個煤的部分呢 是用覆盆煤去做成的 實在是滿酸的 攪拌一下會不會好一些 有沒有可能是我誤會它的呢 嗯 滿酸的 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呢 要開箱的是我平常就非常喜歡喝的 米克夏新品 米克夏呢 在今天6月8號推出了4款特色冰沙 欸 看這個商品圖 好像有點厲害 所以呢 馬上在今天當下就衝出來決定來嘗些一下 那我自己呢 最想要品嘗 爆米香擂茶 大家應該知道擂茶是什麼 那再搭上我們小時候估計一定吃過的 爆米香 那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呢 到底會爆出什麼樣的新滋味 其實我自己還蠻好奇的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去買茶吧 我們剛剛呢 開開心心的走到這個 米克夏的地面買 結果呢 他們說 只要是在這種百貨公司啊 還是車站 都沒有販售這個冰沙 所以呢 我們 都好去街邊店找找看喔 走吧 啊啊啊 這個魚 嘿 終於買到了 這四杯它大概做了半個小時有 好啦 那我們就找一個可以坐著的地方 開箱給大家看看吧 好 那這四款呢 就是米克夏今天推出的特色冰沙 那我們話不多說呢 就先來嚐嚐看這個爆米香擂茶 也是它主推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現在看到它的外觀呢 其實跟廣告上的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因為我看到的廣告商品圖呢 有非常綿密的鮮奶油在上面 就是它會膨起來 然後像聖代一樣 也不是說融化的問題 因為我們拿到的時候呢 它就長這樣子 那鮮奶油的部分呢 應該是有比較少一點 不過呢 它的爆米香 給的倒是滿足的 一開始我以為它只會撒個幾顆 一試一試 然後因為它是擂茶 我們看到這個飲料體的部分 因為擂茶它是用研磨的方式 它是有一些料的 我們喝喝看 欸 蠻好喝的耶 因為這個擂茶的部分呢 它的顆粒感其實算是蠻明顯的 你可以很明顯的喝到黑芝麻 像是麥茶的那種古物香 欸 其實是蠻濃郁的喔 搭上捧米香 其實是非常合的 比我想像中的好喝耶 這個絕對是十分鐘內就可以把這一杯給嗑掉了 如果你是能夠接受這種賣味啊 或者是茶味比較濃郁的人呢 很推薦 那我們就直接來喝下一杯吧 第二杯呢 是純濃巧克 米克夏的巧克力系列 其實我自己涉略的不多 喝的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它很特別的是 大家有看到它其實裡面是有料的 它裡面加的這個料呢 是紅茶凍 這個就蠻特別的 然後它一樣是上面有捧米香 不過電奶油的部分還是蠻少的 哇 它的這個茶凍的部分很多耶 有三分之二杯 這麼多 我們看 好 我覺得這一杯的話 比較沒有上一杯讓我那麼的驚艷 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巧克力味實在是太濃郁了 捧米香的味道你是完全吃不出來的 你只會有捧米香的這個口感 那另外它的巧克力啊 其實算是比較苦的巧克力 那再者是這個紅茶凍的部分 不會到不好吃 可是你會覺得它跟巧克力是比較分離的 這兩樣不同的東西把它加在一起 不過紅茶凍的部分呢 口感算是蠻好的啦 但就是味道上 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太濃郁了 全部都蓋過去了 那我們接著馬上來品嘗下一杯吧 第三杯呢 是雨漬培茶 那其實培茶的部分 2019年左右 其實迷克夏就有出過這個培茶鮮奶了啦 它喝起來其實算是蠻好喝的 現在把它變成冰沙 應該也是不會太差啦 裡面是沒有料的 上面就捧米香跟鮮奶油 不知道它喝起來呢 能不能跟我們前面喝的這個爆米香擂茶 有很大的區別 喝喝看 蠻好喝的 培茶的部分呢 其實更偏向抹茶一點 培茶又會再多了一個這個 沖培的香氣 如果你不愛喝甜的 它會蠻推薦的 最後最尾段的部分 會有一點點捧米香的香氣出來 前面兩杯喝完之後 這邊大概是介於中間 大概在第二名左右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喝今天的最後一杯囉 叫做繽紛莓果 那其實這個莓果的部分呢 我有去看一下它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大概在三四個月前有介紹過這個 迷克夏的酷肉粉莓 然後它在這裡呢 是把酷肉粉莓這個東西 變成奶霜還有冰沙 那就喝喝看吧 嗯 蠻酸的喔 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那個莓的部分呢 是用覆盆莓去做成的 實在是蠻酸的 攪拌一下會不會好一些 有沒有可能是我誤會它的呢 嗯 蠻酸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其實是蠻能吃酸的人 搭上它上面的這個冰沙桿的話呢 會稍微好一點點 因為它是用這個覆盆莓的新鮮原汁去做的 所以其實覆盆莓的香氣呢 是很明顯的 但連帶的酸味也非常的明顯 這大概是四杯裡面第三名了吧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喝完 四杯新品冰沙的大致的感想啦 不過呢 先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四杯冰沙呢 很適合在炎熱的夏天 點一杯 讓自己清爽一下 那今天 剛好遇上這個梅雨季 我們現在大概只有20度出的這個溫度啊 喝完之後有點發抖 實在是有點冷 好啦 那回歸正題呢 其實我覺得這四杯飲料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第一名呢 我覺得是它主推的這個爆米香擂茶 他們這次主打呢 就是上面有加這個 其實擂茶的部分呢 是最搭擂擂香的 口感上或者是香味上呢 都是這杯是最好的啦 我自己的話還蠻喜歡培茶的 它真的是茶味比較濃郁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愛喝茶的人呢 就很推薦點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好冷喔 冷到快發抖 講話一直抖 怎麼選在一個這麼冷的天氣 喝冰沙 好冷 好冷啊 好冷 好冷 幹 真的很冷 好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